今天在社会里,很多人都要争一喜之味,得一喜之名 人都有一个虚荣,要在人前显为高 不认识神的人当然都自然有这样的趋向 但很可悲的,今天在教会里我们也看见不少这样的倾向 我们在教会里头常看见信徒们彼此的比较 要看谁在个人或者社会里的条件更加的优越 再来,我们看见在教会里服侍的人 有很多施工者也是像彼此怀着一种妒忌比较的心态 他们也许不是比较世界的条件 但比的是个人施工的进展,恩赐才干的优势 所以在教会里常常会看见人夸耀的声音 信徒们也不知不觉带着有些私心来服侍主 弟兄姐妹,这绝对不能成就神的义了 因为哪里有比较,妒忌与纷争 那里就没有爱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希望我们都能与保罗学习 他喜爱得神的称赞过于人的称赞 他看重人的生命过于人的条件 所以神将最蒙恩的人交给了他 受他的教导与牧养 让我们今天来看有一处经文 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一节这里 保罗说,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 岂向别人用人的荐性给你们 或用你们的荐性给人吗? 你们就是我们的荐性 写在我们的心里 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 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 接着我们修成的 不是用墨写的 乃是用有生上帝的灵写的 不是写在十版上 乃是写在心版上 各位,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贱信 贱信就好像一封推荐信 在当时保罗的时代 讲道者若要到处去讲道 需要这封贱信 就比如说,这间教会会告诉另一间教会 这讲远不错 我向你们介绍、推荐 请你们邀请他 想必这也是我们社会的趋向吧 所以人一直要追求的就是地位 名誉、好名声等等 这也是当时初代教会 很普遍的一种做法 我想现今的教会也是了 所以我们常常听到 谁是名目 我们邀请他 或者某某信徒身上有很奇特的见证 我们邀请他 当然我们这么做也没错 那是一种谨慎 或者借着圣徒的介绍 我们能领受新的恩典 但是保罗在这里对柯林多信徒说 难道我需要这些吗? 难道我需要人的认同与介绍 你们才能接纳我吗? 其实你们的生命就是我的坚信了 保罗放胆地这么说了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柯林多信徒听了保罗所传的福音 他们的生命真实地重生 遇见了神 他们听信了神的道之后 有圣灵的喜乐在他们中间 因他们信了 心灵改变 家庭改变 甚至美好的柯林多教会被建立起来 甚至他们在软弱中 也是被神的道保护 他们也受保罗的训会之后 自愿地悔改转向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的生命本身就是最好的坚信了 这是不需要人的传话 人的推荐、介绍等等 真实和虚假的是自然不同的 靠生命教导牧养 与靠恩赐来教导牧养的必然不同 弟兄姐妹 一个人真实地听信了神的话 那圣灵的印记是写在那人的心板上 但若是人只有听了一些表面的道理 听了一些表面的见证 他们心字没有改换 那他还是留在遗文的旧样了 他也许是一个很竞争的基督徒 但他未必是一个生命经历变化的信徒 所以最后我想勉励再听这个视频的弟兄姐妹 首先如果你是正在服侍上帝的 你不要因你的恩赐财感不够而感到气馁 你要学习保罗 以真实的生命与纯正的心来教导 牧养服侍教会 把人确实地引到上帝的面前 他们爱主 爱人的生命 就是你的见性了 另外如果你是在教会聚会的一般信徒 让我也勉励你 不要做一个不冷不热的信徒 我们的生命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见性了 是神用他的灵写的 所以每逢我们听了神的话 我们的心灵的状态改变 从黑暗归向光明 从世界归向天国 从一个忧愁的心 转为一个喜乐的心 那个的生命本身就是荣耀神的器皿了 我但愿在今天的时光 各位就成为我们主耶稣的见性 得以荣神以人